有请喜欢英语和音乐的上外学生啊 决定学以致用 自己翻译中文歌曲 C2E的意思就是 Chinese to English 然后Melody是指旋律 我们的目标就是 我们一直以来希望 把中国的声音传递给全世界 希望能够让全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我在翻译的时候 需要去认真揣读 作者和歌手是什么意思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陈奕迅的《十年》这首 在最后一句话 我的眼泪不为你而流 也为别人而流 这个我想了蛮久的 就是跟他们商量之后 我理解的是 在你之后 我又遇到了一个适合我的人 所以是 我翻的是 Sing someone else appeared 特别是一些比较古风的歌曲 就像我之前翻的那个 《凉凉》 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像三生三世的话 说什么 三生之类的 肯定是很奇怪 所以我说就是 过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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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 就是过去的过去的过去的未来 他这个词就是是不是能够唱的 跟节奏 对 可不合 然后就会尝试着把它唱出来 如果觉得很困难的话 会让翻译就是在调整 之前有一些人给我们留言说 他们在国外听到了我们的歌 就觉得非常的开心 我们也很欣慰能够把我们的影响力 扩展到海外